來自中國的王俊是183個 Pogorsky 說實在像這個Triton這個傳奇鋪的今年算是第二年嘛 可是全世界依這個買入的大小 這個局是全世界最棒的我覺得 因為你知道這些玩家 很多都是商人他們並不是這麼多的職業玩家 可是因為很多職業玩家也不一定打得起這麼大的局 並且是說這麼大的局裡面 有這麼多的生意人的狀況其實是比較少的 對 因為對他們來說 他們打的都是像Home Game一樣 他們就是跟一些認識的朋友們玩或怎樣 所以對他們來說非常輕鬆 都是說說些笑的 那當然他們就是這些資金方面是不需要擔心的 對啊對啊 而且他們是一個系列賽 不是只有一場那種豪客賽 像WSOP一滴水一樣 那當然WSOP一滴水是有很多老闆很多生意人嘛 像不是有太陽馬西團的老闆嗎 還有一些就世界各地有名的老闆 可是那畢竟一年 那好像兩年才一次嘛 一百萬美金買入 對 對啊好像兩年兩年才一次 對兩年才一次 因為它會一年是辦十萬買入的一滴水 然後呢有一年是會辦一百萬買入的 可以看像這種聖會就一年一次 可以看Triton 它等於是一年有兩三次 然後每一次裡面都超多場的 那今年他們是希望辦六次 哇哦 對 所以其實這樣子對於一些打 一些超級豪客賽的職業玩家 對他們來說算是很符合時間成本 因為他們現在已經打到這麼大 所以他們要去找一個這麼大的局來打 其實也蠻難的 對你知道很多的職業玩家 他們會說這些小比賽 一千兩千種EPT的 他們一般都不參加 因為對他們的時間來說 那是浪費時間 他們還不如 可能伯伯某就說 我不如花這時間去打坐 對 每天都要打坐兩個小時 對 所以這些玩那麼高額買入的那些玩家 他們全世界最低買入也只是 有可能是個主賽吧 這種一萬歐五千歐的主賽 他們有可能會打 那除了這個玩完全圓 都是一萬歐以上的比賽 他們才會參加 對啊 那我們看見這邊翻牌後 有三位玩家錄持 這邊呢我們是Daniel Kate 馬上中了已經是葫蘆的牌了 那他這裡有選擇過牌 他希望有玩家可以追上 他現在的牌力 那我們看見對方兩家都沒有 有任何成牌 在這邊是Queen High跟A High的牌 Jungleman這個Check 我覺得 蠻有意思的 如果我是他的話 我可能就會試著在 轉牌下一個小的豬 把底尺蓋起來 然後 試著 還是他發現後手位的這個Droom 他打得 比較激進 像我們剛剛有看到他做一個Buff 所以他可能是Check 讓後面對手做一些動作 對 他選擇Check三發 對 他繼續Check 那有很多職業玩家在這邊 會選擇零打合牌 那這邊呢Kate她過牌 給對方可以投機的機會 那並沒有人感動 這邊Kate 梭林拿下了 非常講話 我們看見這邊王軍 知道他在這裡 射了陷阱 知道他在這裡 射了陷阱 那接下來傳奇撲克 會有來自黑山的娛樂場給大家帶來現場直播 也是五月份左右 這個比賽是100萬港幣買錄的 我跟大亨剛才說的是 WSOP的一滴水的比賽 那個是100萬美金的買錄 對 兩年一次 那一年是100萬美金 一年是11111 那我看見這邊 YKing Yong拿到了 翻牌前最好的一手牌 就是一對A 在槍口加二的位置上 他選擇了加注到65000 那我們的Pieter Jetten 拿到了一個S 很不幸 對 他是一個非常緊的玩家 所以他很有可能在這種牌 他會選擇直接Owin 都是有可能 可是他籌碼稍微有點深啦 如果他少一點 假設他低於100萬 我覺得他會直接Owin 對 這邊呢 我們看見他是有130個前注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會採取 變成跟注的策略 其實 怎麼說 當然SKing是一個非常大的牌 其實 有些人說 呃 我覺得沒有一把牌一定要加注 反正你這把牌是正EV的 你用跟的 你用3倍的 其實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只是 你有沒有想 呃 你的策略是什麼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或是 你要制定一下 你後面的路要怎麼走 對 那這裡Jetton 他選擇了推Owin 那這邊YKing用他是Happy Call 那這邊呢 他非常 不想看見YKing手持的一對A 對啊 Pieter Jetten也是算 他在等牌等到一個SKing 我覺得用跟的應該會好一點點 因為還要蠻深的啦 滿深的 對 六十幾個錢 120萬算是蠻健康的籌碼 還有得打 我們也看見 就 Pieter Jetten他打得比較謹慎 所以我也挺驚訝的 他會這把 退個O in 可是其實比較謹慎的人 其實就是在等一把牌 我覺得都是這樣 他們就等到了 然後就上了 對 那這邊轉牌出了一個K 現在給了Jetton兩個Out 任何K他可以拿下抵制 那當然這個局勢也是非常低 我們看見是7% 現在我們看見Jetton他淘汰出局 現場剩16位玩家 不過這個牌面還是蠻多的 假設88Go的話很多牌沒得多 好 我們又出局了1名玩家 場上剩下16名玩家 然後我們現在 剛才鏡頭帶到旁邊 我看到我們上一場短牌的冠軍 Diven他還在場上 我覺得Diven他 在上次的比賽裡表現非常好 那也是看來就是一個 短牌的高手 對啊 Flapper X-King-Queen 我們的Pogoski暫時領先 但因為大家的排力都不是到非常的強 應該不太有辦法抵抗 這是標準的Justin Bonomo的姿勢 自從他去年贏了 前半年贏了2000萬美金之後 你現在開始就會看到很多人在排桌上 就像他這個動作 對 很多人都學 包含我都學了好幾個月 你知道有一段時間他們流行的是 把這個手放在胳膊上 然後他們check的時候 是在胳膊上這邊做check的 對 可是我真的覺得 Bonomo這個 我覺得蠻不錯的 對 就是沒有小動作 對 沒有任何歪籌碼 有些人心虛啊 緊張的時候啊 會掉籌碼 拉籌碼會掉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蠻不錯 就是你什麼事情都先想好 之後不管你是要check 還是你要bet 你再來做決定 好 我們這邊Bonomo 他選擇跟住這個Garter 這個 一個買順子的這個牌 那我覺得這張Ace的Diamond來對來說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因為 雖然在短牌裡面縱化機率不高 可是這張Ace來是一個他很棒的Broth Card 那首先對方選擇了 OK Prodowski選擇下注 可是轉牌來一個Ace 那其實 在這種狀況之下 呃 有Ace的頻率是會減少跟降低的 那Bonomo本身又有買一個最大銅花的組合 因為銅花比 葫蘆大 所以 呃 有這張方塊J的話 其實 是一個 來方塊A的話 是他一個最棒的一個Broth Card 好 我們的Prodowski 中了一個 順子 那Bonomo這邊 應該很明顯知道自己的J是 打不贏 對方的 所以 他有可能在這邊必須要做一個超齒的Broth O-in 是很有可能 現在剛剛做一個200%POD的一個O-in 所以這邊 他很有機會會做一樣的事情 因為他的J他應該知道自己 比對手小 那底次已經有40萬了 哇哦一個超級大的Big Bay O-in 78萬9 如果這時候是我的 vraag 我那個 頸洞賣就會 爆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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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其實 很多人在偷 yearly的時候 蛋 closed 我相信觀眾大家有時候再偷 cardiovascular 自己心跳也有加快 包含 就算是我到現在 我有時候還是都會心跳加速 所以 我現在打牌都習慣會有一條圍巾 因为我觉得看颈动脉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绽 因为你脸上的表情 还有你的肢体动作是 你表现给对手 让对手希望看到你的那一面 可是你心跳加速 或是你呼吸变急促这件事情 对 是你没办法控制的身体现象吗 对 但是我觉得现在Bonovo 他是锻炼怎么去控制这方面 我看见他现在就算Buff 他有可能心跳只是60 对 他真的是太厉害了 照理说 这边这个Buff应该是都会 而且你想想他刚才被抓了一个这么大的Buff 然后这场白眼又是100万 港币的一个大小的比赛 我真的觉得你要做这种这么大的Buff 然后你要这么稳定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因为必须你要跟你的身体的 无法控制的状态做抗衡 这真的太难了 我看见Pagorsky他前面也抓了一个投机 这里我们可不可以看见他可以再次做一个Hero Corner 他在想说刚刚Bonovo才被抓了一个两倍怕的Buff 现在还敢再两倍怕Buff吗 而且对同一个人 没有上一把是对Jungleman啊 对他有对Jungleman 对 哇 收一下底词 果然也是偶像啊 太帅了 那这边Bonovo他顺利的拿下底词 我们很少看见在这短牌里面 玩家们可以就是做出Buff 大家都打的就是比较失牌 但是呢 这个星期我们有看见Pagorsky 看见有Bonovo 我们看见有Kun 都开始在就是这种合牌的情况下 打投机 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玩家 大家都是世界顶级的玩家 他们也开始有自己的策略 那当然过一两年 这个短牌的策略又会变得非常不一样 对啊 因为我相信现在 因为短牌这游戏 刚刚推出不久 就像刚开始大家打扑克一样 没有什么人在3B的 然后后来开始有3B 然后开始有4B 就游戏一直在进化 那短牌就刚出来不久 因为我相信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最佳的打法是什么 那其实像在一般的长牌的时候 大家都有一个概念 知道说 譬如说 每个位置大概要玩几%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范围 大概要怎么打 大家都会有个概念 可是其实 包括我在内 我对于短牌算是一个 门外汉的啦 就是我短牌 打得并不是很好 那我自己也想 试着一些管道在学啊 我要去买一些教材什么之类的 就还是想要学一些短牌的一些知识 那我觉得 等到这游戏越来越多人懂 然后之后就会 这个游戏应该也会开始走向进化之路 那这边我们看见 有四位玩家 进入翻牌后 那这翻牌前 大家都是跟住进来 然后包括 在装位的 Wa King Young是过牌的 那这里发出来是 A K 10 两招美花 那我们看见 Wa King Young在这边 是可以买花的机会 那战士 Hexton 他是手持的一对 A 顶对 圈的 Kicker 踢脚 是挺强的 那他在这边 是有考虑要下注 那选择了下注 三万五千的几分牌 那这边 Wa King 他是选择跟住 转牌是个勾 那这个转牌 给Hexton 带来他的顺 那战士 现在也是最强的 牌力的玩家 那这边 我们看见 Wa King Young 是只剩 买花的 机会 当然如果发出 一个圈的话 他们是评分 这边Hexton 选择过牌 给Wa King 那这里 他过牌 是想得到 一些价值 因为他 如果在这里 下注的话 比较会明显 看出他手上 是应该有个圈 那这边呢 他在过牌的情况下 开战Wa King Young 下注了7万的 几分牌 Huston这边 算是埋伏的 蛮深的 那他演的是 他手上是没有圈的 其实像这种结构上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尤其是一些 譬如说像是 布定是在短牌 或是在Holden里面 其实在这种状况下 有些人是 不会急着 用这种牌直接O-in 首先你check call 会让人家觉得你没有 第二个是 你怕遇到对方有 free roll的牌 假设比如说 有个Q8梅花之类 那你这边 假设你做一个check race好了 他可能会是一个 六倍怕的O-in 那你的纳持变得 很难打 所以其实这边 check call去控制底次 然后Riverr 简单的check call 其实是OK 没有问题 因为这种一张成顺的牌 其实 你也很难去 去 check race 赢到对手的一些 两队啊 三条干嘛 因为对手也知道 你这样就顺着 那这边 看见他做了一个check race All-in 拿下了非常多的value 在这边 他 看见Yaking是直接弃牌的 对啊 所以他这个 我觉得这个check 真的是蛮不错的 对 我常常也会像他这样子做 我不会急着在这种 纳持变 然后我在没有 梅花Q的状况下 我做check race 如果我这边有梅花Q的话 我搞不好会缺raise 很大之后 因为你不会有free roll我的牌 可是我会有机会free roll你的牌 对 甚至你 甚至这样子可以把对手的一些NAS 我有这样子把对手的NAS打盖过 让他完全 想分钱都分不到 因为他变成在跟着Fortrap 然后可能整组 然后 我有遇过那种 我就什么六倍怕 七倍怕的chillers 然后就inscent call 然后被我free roll 然后就fail river发到滑 把珍珠清掉 所以其实在这种结构上 虽然你是NAS 可是因为你的 一些 如果筹码还很深的时候 要很小心 那如果你当然筹码很少 你要chillers打完干嘛 我觉得是还OK 你后手非常多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你没有一些 买花的一些free roll的牌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那这边四位玩家进入翻牌后 这边有发出来A圈9的面 那现在Action是到Jewanda 他在这边是有买卡顺的机会 像这种卡顺就蛮值得买 因为是最大的 而且现在还没有童花的组合在上面 所以这边缺扣一把 后手也还蛮深的 或者是他主动下注 其实都还OK 对 他在这边也可以演他手上 是有个A 如果在对方玩家手下没有A的话 他也可以拿下底池 那我们的YKing Young跟他一样的手牌 那我觉得这边 应该是会跟住的吧 因为他还有一个后门花的机会 虽然花不是这么好重 可是毕竟他是有位置的状况之下 可以买Nats的顺子 那我觉得这边可以跟一张 那这边我们Hackston的底牌 暂时还是个迷 他选择弃牌了 那这边我们看见两位玩家 会不会来一个方块贼 哈哈哈哈 那这里又来个Trend 那Jong Young在这个状况之下 应该这张圈是蛮不想看到的牌 因为他本身没有A 所以对手抵抗的话 很有可能有圈或是A 那掉出这张圈的话 对手很难打盖 他有可能会放弃吗 因为在这个没有位置的状况之下 很有可能会放弃他的 持续偷的想法 那这里确实两家玩家都选择了过牌 那这个合牌 一几种大家都有 现在是十勾圈K的顺 通常遇到这种结构 这样这种打法 这种时候 我会打一个很大的一个注 首先对手在转牌做一个check 大部分可能没有很大的葫芦 我可能会下注一个 比如说一个底次 30万 可是如果他敢真的 all in我的话 那我就盖掉了 可是因为你打很小 你有可能会被对手 race 然后你又不确定 他会不会拿80 race你或什么之类的 有可能会打一个大一点的 一个bet 因为当你一个bet打大一点的时候 你很有可能你也是有葫芦的 你可能有更大的牌 那对手 就算他是99 他是JJ好 他可能都因为你的overbet 或是你的很大的bet 他变成是只有跟 因为他知道他all in的话 他只会让比他更好的葫芦去跟 所以在这种 你可以让对手 没办法去bruff你 我觉得 当你排力够大的时候 可是又不想被bruff 我觉得 在没有位置的时候 可以试试看这样子做 那这边我们alta table 看见flink 在枪口位 all in 52万2000的几分牌 哦是check race all in的样子 哦这里是翻盘 已经出来的情况下 当然这桌 我们是没有知道他的底牌的 这边是圈97 两张梅花的面 上面算是有蛮多组合的 对非常适的一个面 买花买顺啊 80啊 680勾啊 K勾桶花 K10桶花 8J桶花 这边其实蛮多组合 那我相信Jetson Quinn如果有 不错的 不错的牌 应该是会更 可是其实这边如果 它是一个很强的左翰 如果Jetson Quinn 走一张Q的话 它应该会很痛 那现在Jetson Quinn在想 它有可能是 AQ吗 QK一个one pair 因为这边如果它是 二 pair 我相信它 是它一个必须很快 就决定要抵抗的范围 它有可能是 AQ或是KK 就发不出来 Jetson Quinn这边在想 一定是一个对子啦 然后 可是它也知道 这上面的组合 非常的多 所以它在想说 到底要不要跟 嗯 它会看一下 对方的组合可能性 到底是哪些 然后呢 它的成牌是哪些 而且它one pair 说实在也没理性到哪里去 那这边我们是回到 蓝桌的Action 那这里翻牌后 现在有三位玩家 那在这里 Richard Young 他用A圈的牌 选择了过牌 这边Huxton 他是满两头顺 我们的YJ吗 这个是CJ 有一个 ST 哦 ST CJ是另外一个 ST 他有一个 他配合带 一个 Fly佐 算是一个非常强的牌 那我们Huxton 有一个双头顺 然后我们Richard Young 有一个 Double Gutter的顺 哇 这一把我觉得蛮有意思 可是Richard Young 比较 可惜的是 他的Double Gutter的9 会让Huxton 变成Not Straight 所以他便是说 他是想要买K的 可是K对手拿走了两张 可是发出来了 哇 这把有意思 这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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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Richard Young 有一个Not Straight 然后Huxton 有一个 Top Hair 带双头顺 然后我们的 ST 有 顶两队 顶两队 带Fly佐 哇 这把 这把 很多的Action 这也是 短牌的魅力 这把是那种 感觉 是那种 007的皇家夜总会 最后那一把牌 大家都中了 这样 我刚刚想说 哇 这S Queen 难中了 两张K被拿走 又发出一张K 这是电影的牌吧 那我觉得Huxton 这边会不会check啊 因为毕竟对到两家 对 Huxton他应该会觉得 他的K圈在这里 牌力不一定是那么强 而且他后手又蛮多的 他其实还是有些 长大的空间 那有可能是因为 他在翻牌的时候 他是 翻牌就有下注了 对 就有下注 他选择继续下注 因为当然这个K 给他的牌力 显得更强了 好 那这边我们看到ST 其实有些看到这种 哇 顶两队带买花就all in了 其实 我相信 我觉得相信他应该 还是会选择跟注 对 因为毕竟 他的牌的成长空间无限 而且他又 他又有 他又有 他又有两队的 show down的价值 对 那被all in的 如果他选择all in的话 对手只有顺子会跟嘛 所以他这边其实还领先 对手很多的range 而且他就跟下来 他还可以买花 那他又有位置 所以我觉得这边跟注 应该是他会做的决定 嗯 他也会考虑到 可是如果他筹码少一点 假设他可能是一个 假设他筹码是只剩下什么 五六十万 他有可能会all in 可是他现在后手还有一百万的话 他很有可能 有大部分来说是跟注啦 可是我如果他觉得他all in的话 我觉得也还ok 因为现在都还很 他还 他还 就有比较少了 跟其他几家比起来 那现在我们的Richard Young 应该是要 上了 那这边ST 他会考虑到对方 range里面 有可能有A圈的牌 圈九的牌 九七的牌 因为在这里都是沉顺 I'm sorry 哈哈 他家ST 我直接读出对手 是S Queen 他在那么精彩的一个牌局里面 然后电话响了 那这里 王总 在气的是Hackston 在这边下得住 他应该在想说值不值得 因为他知道自己对手是S Queen 对 那我们也知道 在这个短牌里面 要买到花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也是为什么花比葫芦大 可是他现在除了买花以外 还可以买葫芦 对 那他会计算他的out 因为他这边 可以完全读出来 Richard Young 肯定是有顺的 现在底池里面是150 算160万 后手大概还有70万 所以你要丢70万 赢一个230万的底池 大概要有33 差不多 刚刚好 刚刚好 赔率差不多 刚刚好 只是 这不是常规桌吗 刚刚好归刚刚好 可是 这一GG就 就拜拜了 这种在常规桌 是可以继续买路的 所以玩家们一般会做的决定 跟一个锦标赛不同 好想较低的再发一张 做个Robert Hunt 看不看 Huston 做得很好 所以 所以 Huston假设他没有bate的话 我相信 Huston 可能会拿弗里卡 对 我觉得他应该是会过牌的 会check在 在 所以他特别气的是Huston 在这边 打了一个柱 然后这边给了 Paul Foix Richard Young 有机会推个all-in 让他不能买牌 Huston打蛮好的 厉害 这边我们看见David Peters 跟Kuhn 在翻牌前打了个all-in 这里发出来的是 Kuhn 在转牌 拿到了瞬 然后呢 这边 他 打了David Peters 出局 被淘汰比赛 对 他们说 对 你怕确实 真的很可怕 尤其是当我在里面的换 OK 明天可能 Richard可以告诉我他有鸡的鸡 然后我确定了 每个人都知道,除了你 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我确定了,我会有鸡的鸡 鸡的鸡 那是鸡的鸡的鸡 我认为你认为鸡的鸡 两个鸡的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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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 这里我们的小杨在UTG位置用A9童话跟注 然后得到了UTG加1位置 Hexon的90同色的跟注 我们可以看到在迪勒位置 Richard拿到了一手A钩 做了一个SQUIZE Richard连续收了好几个底词 现在风投正箭 刚刚的那个SQ真的是算是很精彩的一个手盘 那我觉得ST真的盖得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看到越是优秀的玩家 越是不太愿意在翻牌后进行一个跟注的抵抗 他们更喜欢的是自己主动去下注 去打对方的气牌率去抓取整个牌局的主动性 如果你一直选择跟注 那么在你的策略中 你一直会处于一个被动 且被对手支配的一个地步 当你选择经常的自己做一些主动下注的话 那么你的收益一定是会更高的 我可以玩什么我都想 我可以玩什么我都想 我可以玩PokerStars 我可以玩PokerStars 那是优秀的 优秀的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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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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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在桌上聊PokerStars的部分 因为最近PokerStars也推出了短牌的常规桌 在PokerStars上我们的短牌被称为6架的C-Sports 就是由于短牌中我们是只有6以上的牌 2到5是被抽掉的 好那这把Huston有一个Nuts Flash saw 然后我们的Richard Young有一个抵对 带Flash saw 我们的Waikin Young有顶两队 那这时候可以看到他们负质量之间是12 可能会对抗起来 对 这一选择跟住 那Jwanda在没有同花听牌的卡顺 应该会直接放弃 这不一定 因为我们的Jwanda是处于Lichard Young的上手位 所以如果一旦你看 现在的Hexan是拥有一个Nuts花的听牌 Nuts花的听牌 对对对对 如果在他这里也选择跟住的话 那么我觉得Jwanda是拿到了足够的赔率 他的赔率是 他的赔率是 他大概有 假设如果一对手没有Flash saw的状况之下 他大概有4个Auts 那4Auts是12% 那这边被加注应该是跟不了 对被加注是一定跟不了 所以如果这边有一个卡顺是值得去抽的吗 是的 因为在短牌里面我们出牌的击中的概率更大 就12%左右 对 而且是隐藏赔率更好 因为可以看到我们在之前的比赛中 大多数玩家会拿一些卡顺 或者一些后门的概念牌去跟住对手前置位的下注 是比较经常会出现的情况 可是像我这种有这种Flash做的上面的卡顺 我可能就放弃了 因为怕到时候又发出花之后 就如果是一个Rainbow的状况 我可能会跟跟看 对 因为如果嚼出来是一个就是带花的顺子 那就有点尴尬 对 所以实际上绝对的硬Auts是只有三张 还有一张软Auts Richard Young这个Flash真的是 算是一个蛮不错的概牌 因为毕竟抽花是一个在短牌里面 一个抽到绝对算是大的一个牌 不管你的花是多大 因为你的花都比葫芦大了 对 但是由于是被加注了30万 那么他现在得到的赔率是 因为现在底池里面只有62万 那么刚才Hexter的这个加注 是给了他才1比1的赔率 那么这个等于就是一个满持下注 太高了 对 代价太高 那现在 Waiken Young顶两队选择来控制底池 选择跟注 哇 然后转牌击中了一个Nats 对 目前这个牌面 那 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现在底池也非常的巨大 来到82万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 之前在Rishan Young手里已经是 拿掉了两张草花 那么 我觉得在合牌 Hexter听到 梅花 銅花的概率是 不太高了 对 相对底 对 对 可是现在Huston 他 是否要来 想办法 通过下注的方式 来便宜的看到River呢 还是他选择缺扣 还是他直接就放弃了 因为这样 AX是他一个 蛮不想要看到的牌 对 因为他自己本身 已经拿走两张梅花 那相信对手如果能跟住他的Race 大部分是成牌会比较多 对 而且买最大花 又在手上 而且在短牌面 你要Flush OverFlush 本身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因为 铜花的牌本来就比较少 对 所以对手往往 成牌会比较多 这边他就 让他陷入一个 在没有位置的状况之下 会陷入一个很难的决定 是的 好 他选择这里继续开枪 他不知道对手现在手里拿到了一手非常强的牌 顶葫芦 选择下一个小的柱 希望可以便宜看到River 那这边的S10 你会选择慢打吗 还是你会 选择加注呢 因为毕竟在这个 如果是在 长牌里面 我觉得这边慢打算是蛮标准的 对 长牌里面这里一定是慢打的 对对对 那如果在短牌里面 因为他会 对手很有可能是在买花 那 是否要让对手 支付 因为这里其实对手也未必是只有买花这种牌 他在Flop做了一个 Chick Race 对 Chick Race 这里其实他彰显的牌力是很强的 嗯 彰显的牌力是远远高于他手上只是一个 K嗨买花的一个牌力 他可能会觉得对手这里是有一些AK或者是 呃 A6的 我觉得A6会比较更像一点 嗯嗯 1010啊 啊1010也可以 对 1010也非常像 A6毕竟在Flop面对多家玩家 可能会更多的考虑一个跟注 在Flop的时候 那哈登我觉得这边 会应该会是个加注吧 你说Owin的话可能太 要说要Owin的话可能太多了 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 85万的一个Race 他这里其实选择跟注也没有问题 也没有问题了 对 他选择跟注 跟注也是OK 对跟注我觉得可能在这个牌面更好一点 因为 太强 对太强了 导盘里面买牌也 买花也很难 就是说买到 就是不怕给对手再便宜看一张的机会 是是是 那他可能考虑到的是对手范围里面 可能还是有很多的 呃 买牌或者说是一些 因为在这个面上他Block太多东西了 这张A 都被要中光了 对对对 就基本上对手范围里面只有 1010和小概率的A6 两手成牌 几乎找不到其他牌了 我觉得Huston这边应该会放弃了 因为 畢竟被跟了两番 因为 最大的梅花在他手上 然后又阻挡一些顺子的听牌 所以 对手 他应该也很清楚知道对手是有牌的 对 所以Huston在10那个小的贝头 我觉得我蛮喜欢 就是他可以用 很小的代价 很小的代价 就看到这个River 当然他这里稍微有一个 呃 冒的风险是遭遇Race的话 看 不过遭遇Race他其实也很好去抉择 如果持住比好 就够好 持住比不好我就算了 对对 来看一下我们这里 会下注多少 面对前置位的过牌 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可以看到 呃 这个情况下 不管他下注多少前置位都是会直接盖牌 但是目前他是不知道 他还是需要去 在对手过牌的情况下 去抓取对手一些可能的存在的成牌的一些value 看看他会把对手架在什么位置打 目前底持有137万 对手的后手是180万 如果是你你会打多少 我会打很大 我可能会直接O-in 我会打很大 他自己打多少 80万 那就得到一个秒缝 我可能就直接O-in他 呃 也是也是可以的 你看就对手 十十什么都盖不盖得掉 对啊 反正你昨天不管打多少都会盖掉 那不如就直接O-in 没有啊 他80万的话可以打到更稳妥一点的 打到他66和40的一些value 因为对手如果Hexen这里拿的是6640 面对于80万的下注是绝对不会盖掉的 绝对盖不掉的 那180万呢 180万就有可能会被 因为对手是一个打得非常好的玩家 他可能会在这里因为被 不管是他中了什么小葫芦 他都会被A盖冒 那他就想 对手是不是一定是中A的 踢脚也即中的牌 那打100多万的话可能会被对手给逃掉 所以80万也挺稳妥的 就一半就对了 对我觉得80万挺稳妥 而且80万已经挺重了 因为毕竟是在合牌 合牌在下注 你可以看到合牌80万 看上去好像 呃 还不到一波的百分之 六七十 但是 相对于整个一个游戏来说 这个80万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 毕竟现在的前注只有一万两千 这个80万可能都是一些 短马玩家的后手 那我比较贪心一点 就只有我 哈哈哈哈 我不管是什么柱马 我都可以看到对手是没有支付能力 对 哎哟 我们刚刚有看过 Justin Bonomo 做了两倍怕的bluff 两次 两次吗 那这是他的 all in 感觉也是很大的 然后被跟了 然后应该是 是 JQ是 Go K 对 有一个有顺子 是谁有顺子 哦 是bonomo这个bluff 对方有 Q 所以我们 目前看到三次overbet的bonomo 都是bluff 哈哈 嗯 那是被淘汰出局了应该 应该没有 他还剩一点点 还是 他上面显示是 哦 那还剩一点点 剩一个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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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选择单张 陈顺的面 一个bluff 风险还蛮高的 不过他可能是 可能是对手的一些 一些tills告诉他 呃 他没有圈 中了埋伏有可能 我没有看到这手牌的 前期过程 所以不太好做判断 那么相信bonomo 在合牌的一个诈回 也是一定有他的道理 他都可以弃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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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弃 可能會不會有一點點 我看你了 你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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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到场上的玩家有提到 目前这场比赛还剩下13位玩家 那么在淘汰一名之后 我们比赛将会进入合桌 合成两个六人桌 波诺莫在这里是all in了 4万一 并且在池里还有另外两位玩家 在两位玩家都进行跟注的情况下 那说明两家都有牌 那这里波诺梦很可能是蛮危险的 Check check Show down 可以看到我们波诺梦是被淘汰出局 我们看到波诺梦在这场比赛是直接被淘汰出局 这是他的应该是第五场短牌赛事 在他的上一场短牌赛事中 也是我们这次传奇扑克 2019年基修岛的第一场比赛 25万港币的买入比赛中 波诺梦是拿到了冠军 好我们现在是进入到合桌阶段 剩下12位玩家分成两桌 每桌六名玩家 来欣赏一下激州岛的风光 本次我们的比赛是在激州岛神话度假村 神话世界度假村 蓝顶娱乐场 那么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为大家带来更加精彩的解说 我们的比赛是在激州岛的风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u have no friends You have no enemies You only have teachers And on the day we crowned a new No Limit Hold'em 6-max champion We witnessed some world class lessons Richard Young打到第二名还是第三名 对是 也是一个短牌比赛 那这边我们看见K.K.K.有装上A.A. 那这两位玩家也都是比较后卫 这边呢 Paul Foix是做了一个加注 10万 然后这边Romaine就很happy的 All in 52万6千的积分牌 那K.K.在这里当然不可能弃掉她的一对A 她会考虑的是 我怎么可以勾引 Paul Foix也录这个词呢 当然因为就是 如果是一对一 当然应该就觉得 还是要演一下 要演一下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短牌 A.A.的盈利也不是 比任何两张牌更好 也知道就是 A.A.对上什么 勾施 盈利也只有55% 可是现在这个状况算是蛮好的状况 就是因为 我们的Paul Foix拿走了一张K. 所以这个A.A.胜率应该会提高非常多 那K.K.在这边考虑的是 他应该做个平扣 还是推个All in 那他这里呢 选择平扣 非常不幸 Romain看见对方是拿一对A的牌 然后你看 你看Paul Foix拿走K 让他少了顺子又少了SAT 所以这个K.K.要逆转真的太难 那这里对KK.没有任何帮助 他需要的牌还是两张K. 那这个转牌给他带来更多的Alts 那现在是任何A跟9 他都可以成顺 不幸的是盒牌是个圈 我们看见Romain在这里淘汰出局 那现在我们赛场上是还剩17位玩家 红桌在这边我们看见在盒牌 Justin Bonomo应该是做了一个很大的Bloof 对他现在是有A8 High的牌 在这边下了36万的注 那我们看见他在下这个注之前 这个底次不是那么大 他下了一个超跑的注 那这边呢我们看见Jungleman Kate 他手上是顶对 而且他这个bet感觉是200%的overbet 对就在18万的底次下注了36万 是底次的两倍 这个一对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对 可是因为他一对其实 他除了首先他有toplay以外 他要挡掉一些顺责的组合 你看Jungleman我之前有一直跟观众说 他是我偶像 你可以看他打牌 那种Bloof不管怎样 他从头到尾都超级不紧 就是不会有任何紧张的感觉 对 心如止水啊 他是断练出来的 对他跟那个Chuwick两个人都是一样 对他每天应该有很多的静坐 对他现在搞不好已经开始静坐了 直接开始 而且刚好现在又是一个3way part 那在这个3way part里面 可是应该Bogoski应该是没有大牌啦 因为毕竟他第二个中间的人 他没有做下注 所以是Bonomo在最后一个位置选择下注的 好我们的Jungleman已经想了2分30 还是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决定 因为这个 其实不管打扑克啊 就是在扑克游戏里面 你 你花越多的 你的牌力跟你的跟注是成正比的 所以他打了200% 必须要跟一个很大的牌才有办法跟 好被抓了被抓了 被抓了 经过很久的思考 Jungleman觉得这边Bonomo他有够的bluff Jungleman刚刚在Puifar盖掉了一个Punket Queens 然后在这边抓了一个bluff 然后我看见这边Y King Yong拿到了 翻牌前最好的一手牌 就是一对A 在枪口加2的位置上 他选择了加注到6万5千 那我们对Peter Jettin拿到了一个S King 他是一个非常紧的玩家 所以他很有可能在这种牌 他会选择直接Owin 都是有可能的 可是他筹码稍微有点省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到比赛 下面为大家带来的继续是 传奇扑克2019年季州战 超高额买入豪客赛 赛事务 100万港币买入 短牌的解说 这已经是这场比赛的第二天 也是Final Day